各位观众大家好,是老婆全身,欢迎来到全身解说,继续为大家送上全黄九七的高手局,有一批克走,对这两批包王 一看双方的选择,选人就知道这吧又是一场近视骇俗的大战 首先是八神对对方的龙二 八神对龙二其实都不亏,五五开 应该是六四开啊,看双方的发挥了 龙二是没有升龙 他的升龙的话只是平推,并没有打起身的作用 好,双方打了一个红姿,把counter调过来,调比摸一点 有蛇石可以counter对方啊,其实也是不错的 但是近身的八神还是比较难缠 好,前一打到 进旁边,对方出来一个AB,正好打到一个极限的漂亮一个铁头弓 其实我的铁头弓从来就没有荒废过 啊,每个游戏都会有一个铁头弓的角色 九七的话飞龙二莫属 走,好,战予牵制,然后摄石,这方条A过来一个牵制的孤单一夹,进版边 再夹 夹到死 包子打玛丽 谁更猛 很难讲啊 对方有波,牵制一下 三个身位发波,只要对方跳过来是非常安全 对方又夹不到 非常安全,三个身位啊,记住 跳过来一个驾招啊,又是一个驾招 根本不敢跳啊 根本不敢跳 对方龙牙三连出来 软腰 再软腰 小,小屁孩 看姐不愣死你 啊,完了 好大一个包子 小屁孩要 有言不敬 柴米不沾 走 恐防 哥拉克打包子很难打 非常难打 跳过来了啊 刚才发波没有注意这个空间和位置 龙羊三连 继续出击 偷一点下班 他只要一个战币 连续发波偷下班 三连就能把对方搞死 哦,让你搞我 啊,发波还是要讲究策略和位置啊 看到对方这么近 一个AB的时候 一个AB的身位 进来啊,直接起飞 不给空间 好,收拾完 包子 要收拾完大猪 不太可能啊 大猪爆气以后 伤害很高 只要守住 下盘 不要被对方下地打到 大猪就非常的安全 可以说 克拉克有危险啊 对方根本就不给你机会啊 障碍牵制 连续的后跳CD 好,猪腿 猪腿 板边 板边 空头 能不能来个比赛 想的太早了 对方想的更早 想的美啊 对方想的更美 刚才差一点啊 差一点爆气的 克拉克就起飞 就机会起飞对手 可惜对方一个战壁啊 出得很早啊 其实对方已经空调过来啊 准备发皮下了 好,就是神一样的对手啊 神一样的对手啊 这也没办法啊 何乃乃何高手在人间 好,看一下第二局 对方也是七手开始录 蛇石控身位 下C 抗抬一波 对方 菲花寻求近身的机会 那下C抗抬回去 好,连续发波 请对方跳过来 三个神位 没有发波 好,两个神位发个波 吐乱起来的波 对方是不太好 也不太好敢跳过来 完了 对方的下C接蛇石 真的是八神的噩梦啊 看一下软腰妹 跳过来 哎,想架招啊 想的真的美 完了完了 这个跳C很精髓啊 跳C摸到直接裤裆一夹 进板边 对方切房切出来 并没有出招 漂亮 软腰进板边 起身偷下盘 招招帮你想好 一招你都跑不了 看一下包子啊 这个弟弟又来欺负姐姐了 臭弟弟 姐姐最恨这种 油盐不尽的臭弟弟 根本攻不破对方的防线 反边 好的 夹过来 兄弟 完了完了完了 打几头起飞 哎 并没有起飞啊 打了好多 好的 这个空中判定确实强啊 他这个波 三连 完了啊 姐姐确实无计可施啊 对于这种 比较尴尬年纪的弟弟 真的没有好的办法啊 还是要叔叔来收拾他 走 好 叔来了啊 叔来了 过来 叔寻求一个精神的 呜 什么鬼 好 待会我们看一下啊 叔是怎么来收拾弟弟的 叔寻求一个精神的 呜 什么鬼 千载难见啊 这个笔虾啊 刚才那个笔虾 双方先后手 一秒钟的延迟 应该说0.5秒的延迟 天王盖地虎啊 宝塔正和妖 摸哈摸哈 走来 啊 弟弟有两把刷子啊 书也无计可施 完了 提死 好的 大家喜欢全程结束 请点把关注 我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 各位朋友们好 我是老片全程 欢迎来到全程结束 今天给大家送上的是 绝换主器的大市局 有一批克总 就是两批核池 啊 看一下双方正在选人啊 这个界面也是 晃的不行 看一下最终选择什么角色 好 尘埃落地 看一下一批 八神 大猪 克拉克 两批是特瑞 草迪金还有大门 这是他的标配啊 打非主流的标配 看一下对方 选择了把八神牌头阵 这边没有选择好 刚好选 选定 选定角色 好 克总跟核池打的不多 看一下双方现在的水平 到底如何 来 好 首先发动进攻的是 核池啊 逼到板边 对方八神 跳过来 一个斩臂 好 再斩臂出 一个跳臂 跳臂压板边 三个不压 对方想动啊 想跳头顶的话 直接升龙进板边 有气的话就是离开啊 就是离开 好 葵花出来 你个cd 不要资源跟你打 完了 下斩c 肩扛 斩升龙 特瑞在原来也是非常红火的角色 在97刚出来的时候 非常的红火 因为他有个无限连 为什么会红火 因为有无限连 而且就是因为他的无限连带火了97 很大一部分啊 很大部分程度上来说 他的无限连带火了97 说这话毫不为过啊 毫不为过啊 四个人都会这一招 灰空 肩扛 灰空 再肩扛 封信了好多年 后来就没有人玩了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没有人玩了 好 克松来到了他的招牌角色 空头一个 对方不带叛逆 跳空头 哦漂亮 吹声起声 下壁则 好 猪 漂亮 这个太帅了 好 待会我们慢动作看一下 非常的帅啊 好 刚才 起身左右折 然后马上对方选择升楼 马上一个战C counter到一波必杀 非常的帅 叫做天王盖地狐 好了还有草地� 跳C定过来 完了完了完了 新C 好 前前跑抓 倒地 打起身 怎么打 好 下壁戳一点 下一代指定头 只要敢动 就要被抓 有先看好的空头 一切想跳过来 空跳过来 不出招想偷之的 这想法都会被克拉克无情的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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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反三的这种趋势 能不能反三 我们要拭目以待了 好来 战地 挑四点过来 近身 战比赛压 战地压头 好对方头上扶起来 扶我起来 暴七了 暴七会有事情发生吗 好起飞 能不能压个板边必杀 这样的话就有机会 啊 什么鬼 啊 并没有发生奇迹 不过这把非常的漂亮 可以说是亮瞎眼球 好我们再看一局吧 双方的对局 非常的经典 非常的精彩 再看一局 好对方选择把大猪牌头阵 依旧是克拉克 好这次把克拉克放在第二位 对方依旧是 车雷首发 好想赚球 差点便宜 对方没有进来 那特瑞总要想办法 把自己的身位和对方拉近 转销出来 好大猪 想办法把对方逼到板边 想的话压板边 胜率高 获胜的几率就高 后车CD漂亮 进一锤 找到对方生活不能自理 好对方 好对方 操地金 好 跳CD 好两锤 这两锤好好听啊 声音非常的悦 又是一锤 完了完了完了 进身了进身了 倒地要逆折 要逆折 强压一个 强压一个CD 有先手 反身跳 这把非常帅 反身跳 叫对方倒地 草地金 马上要开始搞事了 好 还有个克拉克 好裤装一甲 起身 怎么则 好 又是几招 下臂摸 下一代指令头 只要你敢动 对方有CD 好 进版边 可能要中陛下 有可能要中陛下 透过下盘 只要下盘一中 就要惨 跑过来 下C 抗台一波 打先手 完了完了完了 好 确认一个陛下 起身怎么则 空防不错 还要中陛下 对方不动 无动如衷 起身 漂亮 还是这招 强压下臂 然后下一代指令头 只要敢动 抓到就死 真的非常帅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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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壁战域牵制 你只要敢跳 站低 或者投上扶 正面是跳不进去 只能偷下盘 对方调整一下心态 刚才打得有点累 所以说 四目相对 产生一些化学的反应 好 来了 休息片刻 三颗资源的大门 这都拿不下 你还想怎样 兄弟 三颗资源的大门 对方一颗资源 好 站 站 站 地 两端 CD 这个暴戏 能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还不好说 蓝猪山 哦 哎 什么鬼 克总 首发 首发跳地 进入 还被人蓝猪山 哇 这一套 太伤了 没有阵死 怎么还有机会 没有机会 跳地 直接上脸了 要么敢爱敢狠 快一人胜 要么没戏 没飞 但纯 大家喜欢全程解说 请点赞关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